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牛 本期视频说个什么事 很多人也纳闷 批壳的东西就为什么贵 我们用实践去证明一下这个事 有的人解释说 你们不相信 像这个他给了一个cleared cleared UNC 也就是92分 92分什么呢 cleared 清洗 UNC就是未流通状态 它的意思就是未清洗完的 未流通状态 就是这个意思 像这个东西 你看 它可能针对的清洗 批壳的评分有点乱套 现在尤其是它分批次一样 8月份左右的 基本上给92的特别多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事 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批壳的东西比公博的要贵 像这个东西 UNC的普通大头 像这种品项 基本上2500起步 但是也就是说 你们就算它2500 但是如果这个币送公博的话 它会给到 会给到62 61到63分 也就是说MS61到63分 我们呢 我只是猜测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给砸盒掉 把这个盒给砸掉 然后我们去送平 然后看公博给出多少分 但是即使出到62 63分 也是 2000左右 不如这个UNC卖的贵 也就是说 为什么它要卖的贵 第一它评级费贵 第二它评级周期厂 第三它的评级更严格 你像它为什么 就是批壳为什么不给62 63 它如果给62 63 那就很贵了 它的评级标准确实是 咱不知道它是故意的控制 还是对吧 确实是严格 应该是确实是严格 像批壳的UNC送公博 我这个先录到这 然后我们现在砸盒 去送公博 等个四五天 然后出结果 我们就在这砸吧 这是一个废电脑箱子 我不是专业砸盒的 他们有专业砸盒的 砸的比较好 我这不会 我那平时不怎么砸盒 这工具用的 其实壁的状态 我感觉是真没清晰 说实话 但是人家给了个clear 没让你们看见 哎呀 砸盒高手们 看见我这样砸盒的 不行 不笑死了 我一般沿着这四周撬开 它其实不是砸了 砸盒给砸 别把臂给伤了 哎呀 这个臂的状态这么好 给个 你们看看 这臂的状态这么好 它给个清洗 可能是因为上面的小划痕 但是那不是清洗的划痕 好了 我们送工伯 等结果 等待了几天 这个B回来了 批盒砸完 当时是批盒给了个什么 清理 UNC 看见没有 工伯62分 我当时说多少分来的 这个工伯可不是我开的 看见没有 为什么说 批盒的比同等分数 要比工伯的要贵 就是即使是工伯62分 都卖不过批盒UNC的 因为它那个评级费贵 它那个评级周期长 你像这个几天出来 那个现在的话 四五个月 四五个月才出来 评级费顶他顶三个 评到UNC的话 一般按到标准价的话 应该是195 UNC的大头 评级费就195 看还是那个B 工伯就是62分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给你们 只是说证实一下 这个东西 为什么批盒的贵 它确实是严格 附加价值确实是高 相对于国内的一些 评级公司来说 行了 本期视频就这么一个事 就这么简单 给大家证实一下 喜欢钱币收藏的朋友 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